电金派出所热钱抓到一名冷气大盗 他专门挑还没营业的电气行 偷走放在门外的冷气机 马达或是电缆线 一共是犯下19起案件 总计害电价损失10万多元 不过编卖过后却只有1万多元 全被他拿去买毒 其中令人傻眼的是 因为怯嫌他家没冷气 居然连凉席都不放过 光天化日下头戴安全帽的男子 趁电气行还没开门 搬走放在门口的马达 再放上手推车相当从容不迫 到了晚上男子又到冷气行 偷走带修理的冷气机 边骑车边拉推车就像在表演特技 殊不知嚣张行径 全都被监视器给录了下来 警方也早就锁定男子行踪 连车带货将人逮个正着 我趁陈贤于夜间再度外出犯案时 予以当场逮捕 并寻现扣货冷气六台 电脑主机五部马达 以及这个铁条等账物 逮捕过程中 妾贤还一度不老实 不肯承认车上的东西是偷来的 连看掰不下去 最真确凿才坦诚犯案 警方接着到他家中搜索 发现连电脑印表机墨水夹 旅门旅门框 各类金属制品都不放过 甚至凉洗也搬回家 估计是天气太热 家里又没冷气才偷回家用 陈贤的房内竟然没有装设冷气 相当的闷热 那就连他所睡的凉洗 以及使用的电脑主机 均是行窃所得 那他因为他陈贤所行窃的冷气 均是故障待修 那所以无法装设在他的房间内所使用 根据警方表示 这名64年次的窃贼 从7月到9月之间 一共犯下19起窃案 受害店家共损失10万多元 但这些偷来的电池用品 再加上金属变卖也才1万多元 全数都被拿去买毒品 警方征讯后 一切到最咸一送把办 港督新闻 潘志光罗绍军 采访报道